今天来说吃,记得有一个流鼻血的病案,小孩五六岁,奶奶给吃了一些补品,吃了没多久就开始流鼻血,头顶上一寸的地方都能摸到热气。 医生给奶奶做了普及教育,还把整个病案在网络上做了普及和公式。 教育的方式是比较严厉的,但却是令人印象深刻,现在想来这位医生帮助病人的方式,其实是很巨谱问我的。 之后,以此被警示的众多粉丝们,牢牢的记住了对孩子吃的重视。 杨爸爸传播中一与二的几年里,看到孩子们因为吃出来的毛病品种繁多,如果是要把病案摆在展览馆里展示,单纯是因为吃错吃多吃伤所出现的问题,大概就可以摆满四层楼了。 要说现代小孩的病意多半是吃出来的,丝毫也不为过。 未然的胃子怎么写呢? 一个口字旁一个胃,有一些人在吃饭之前要感恩大地和阳光赐于我们食物,也是一样的,以此是带着对食物的敬畏去胃每一口,以此是带着对身体的敬畏去胃,是如履活冰的胃,是充满敬意的胃。 粮食,是天地间最萌补养的东西,有一本记录被大荒的书,说到当年有些饿疯了的老鼠,找到了地主家藏在山洞里的鱼粮,一下子吃得太多撑死了,麦子的种子就从老鼠的肚子里继续长出来。 人类的繁衍来自于精气,我们靠着精气找身体,靠着精气学习知识,靠着精气生儿育女,而这精气,大多是来自于古物,也就是粮食富含的精气,粮食的长大来自太阳的阳气,月亮的阴,雨露的滋养,风的灌溉,还有大地的土气。 可以说,我们是靠着粮食的种子长大的,人的一生什么食物都可以缺,但不能缺穀物,有穀物就能长大,穀物里有蛋白质,有钢,有心,有纹生素,补良滋因,可以抵过任何鸡鸭云肉,人参鹿绒,中医认为种子是最高能量的食物,每一颗泥都是种子,每一版面都是种子,种子到哪儿只要有水和太阳, 都能发芽,不像蔬菜,活菜,会发霉,会腐烂,到哪里都能生长,哪怕是在肚子里,都默默的散发着精气,以前人们能让种子长得更快更多,交代就用厕所的大小便,这其中的含义就是,那些吃下去的粮食即便变成了饰尿,也能继续在土地中继续饲养粮食。 南方人靠大米补养,肤白化黑,温暖紧密,北方人靠小麦小米补养,筋骨强线,纯朴正义,大米小麦,小米豆子,大多偏性不大,在补养方面要多用穀物,尤其是我们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上的种子,老人孩子只要不是过量,不用辩证,也极少会吃错, 但在烹饭方式上,可以再细化一些,蒸煮的粮食最容易被吸收,因为只用到了水和高温蒸汽,没有盐,没有油的粮食最容易吸收。 米饭,汤面,大米粥,小米粥,小面汤,馒头,烙饼,米饼,煎饼,蜜糊,面糊,蒸米糕,都是很好的食物。 大便不好拉的孩子,要把米面弄得稀薄软糯一点。 小面汤,米油能够很好的乳酿肠道,碰肠胃,帮助大便的排出,是绝佳的肠道清洁食谱,比起医生菌来说没有依赖性,没有副作用。 正在发烧的时候吃大米粥,大米为无骨之手,乳养肠胃的过程中,还可以帮助去散邪气,快速补充今夜精气。 今夜足了,脾胃舒服了,发烧很容易好,胜寒发烧的孩子喝烫水一点的粥,最好喝到微微出汗。 即时的孩子粥要更稀薄一些,比较容易受寒拉肚子的小朋友,可以隔三差五的吃小米粥,小米偏补,黄分入皮,虽然颗域最小,但营养最好。 所以可能特别容易饥食,容易有热症的孩子也不一定容易消化。 所以更好的方式是隔几天吃一次,又或者是大米小米一起煮,很爱吃不享受的孩子,食欲来了的时候就给好消化的米粥大米油,小面汤,胃口好,能磨碎食物,但吸收不了,皮的能力弱,所以吃得多,不长肉,容易将胃强皮弱。 胃强皮弱的孩子大多不太挑食,所以这些好消化的东西,一方面是容易,有饱足感,一方面属性温和不生脾胃,不容易及时,胃强皮弱的孩子还需要一些咀嚼练习,咀嚼的过程本身是一个固剩的动作,咀嚼也会让孩子更好地产生饱足感。 胃强皮弱的小朋友喜欢葫芦吞枣,需要引导咀嚼的动作,给的食物可以是自制的面食,馒头,松脆的烤馒头片,米丁,新疆的郎,河南的烙饼,陕西的石子馍,都比较好消化,南方人还可以尝试把米饭加上一点蔬菜做成饭团子当点心,大量商要主要控制。 刚刚受行的小朋友可以来一碗酸汤面,蠢细细的挂面或者龙须面,面下锅后放葱和生姜,大火烧开三分钟,也可以放花椒几颗,倒一点醋,放盐,趁热吃面喝汤,面吃不下可以多喝汤,吃到冒汗基本就不用吃药了。 睡前奶戒不掉的小朋友,可以打米浆,用料理机加入米饭和水,小月龄的孩子直接用猪来做,浓稠度方面,可以做到和奶粉差不多,也可以稀一点,口感觉得不好可以加卖鸭糖,或者蜂蜜,吃肉吃鱼不消化,怕没有蛋白质,就吃豆子。 豆子除了高蛋白,同样是种子,有精气,黑豆入肾,黄豆,扁豆入皮,红豆入腥,绿豆烧凉,夏季有热前食可以吃,可以做毛豆蒸饭,黑豆饭,红豆饭,扁豆饭,弯豆饭,加红萝卜土豆莲藕丁也可以,吃的要适量,豆子要浸泡一碗后更暖辣,吃的时候要多嚼,睡眠长期不好的小朋友。 或者非常容易受精,粥里可以加莲子,红枣,对红枣消化不好的小朋友只喝粥,不吃枣,四岁以后的长期尿床的孩子粥里可以放山羊,放莲子,黑豆,红豆,核桃,一次放一样,不要太多,交替着来,吃了可以观察记录大便睡眠,吃了觉得不舒服可以暂停, 因为即使,而口腔溃疡的孩子,可以喝浓的黄豆汤,大豆可以煮白热,黄豆泡一天,炖煮四个小时。 煮到豆子烂到像豆腐一样,连烫吃一碗,吃两三天,配合几口肉的奶水果,大豆可以解决。 脾胃不行非要吃零食,就吃坚果,花生,核桃,黄豆,黑豆,干炒到酥脆胶口,焦黄的食物都能入皮,也可以帮助消化,锻炼脾胃,还能不要生气。 慢性湿疹,过敏心咳嗽的小朋友要几口水果,水果生冷,糖的水分多,生病期间不建议食用水果,所以肠胃代替锅加热煮熟水果,消化负担较重,容易生湿生糖,非要吃的话就吃果干,不用担心维生素的问题。 蔬菜里的维生素也很丰富,既然是微量元素,也就是说只需要微量就可以,根据寒热温量搭配吃当季。 当地的,如果大便有不消化物,吃饭慢,胃口差的孩子,饭菜可以放佐料,胃的能力不足,吃下去的东西被分化的不好,就容易残留在大便里,也不太容易感觉到饿,这样的孩子脾胃多有含有失。 每天早上可以喝一杯红糖生姜水可以温暖肠胃,既口生冷之外,省一些温热的食物,若是寒性良性,那都可以放姜,放桂皮,放花姜,放五香粉,或者比较简单配料的咖喱粉。 咖喱中的姜黄也可以帮助暖胃。 鼻炎的小朋友早上可以来一杯生姜红糖水,一方面是帮助提升身体继续循环的能力,帮助代谢,一方面是可以预防受含感冒。 若是往昔,有寒似的,可能会流一点鼻涕,吐出一些痰出来,帮助清理一些垃圾。 有一点轻微积时,那孩子可以吃山药潮变动,原理上类似一个寻疗馆的饱和娃。 健脾化湿,及时拉肚子可以喝浇米汤,把大米长黄泡水喝。 长期不吃饭的孩子可以经常吃土豆米,大便偶尔的干燥可以吃茄子,丝瓜汤,冬瓜汤,白萝卜汤都可以。 如果家里有橙皮也可以常备,一方面可以去施化痰,帮助消化。 缓解吃的不舒服你发的胀气,吃多了的第一时间,就可以煮一点车皮水,可以放卖芽糖,或者蜂蜜,或者直接煮进粥里。 蒸病期间想要病好的快,建议病期可以配合季口肉的奶水果,还在喝奶的尽量替换一部分奶粉喂米油,母乳妈妈也要配合季口。 有一些食粮的水果或者枯食,需要的自己具备病症能力的基础上才可以选择。 脾胃不好的孩子,对肉带奶的摄入需要谨慎,按照皇帝内经的指引,五处的食用排在最后一位。 猪肉海鲜多寒凉,不好消化,但奶树叶也不容易消化,虽能滋补,营养丰富,但脾胃不行的孩子恐怕没有这个福气享受太多,不然子会生出踏实。 即使,脾胃忙碌的时候,免疫力较低,就容易遭遇流感,传染性疾病,或影响生长等等。 如果确实通过观察记录,吃了以后睡眠不好大便不好,病情容易反复,生长情况不佳的,则需要另辟蹊径。 不必执意在位,这并非是渗入不足,而是消化吸收不足,吃进去多少不重要,重要的是吃进去的能吸收。 体位良好,茁壮成长才是真正的目标,总的来说是给朋友们一个思路一个方向,不是标准答案,更不是唯一标准答案,更多的体会还在我们自己的实践中去摸索。 推敲,在反客式观察记录中,找到自己孩子对食物的耐感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